轄载巷弄内一辆黑色轿车往后退 下一秒进向前坐势往前冲 前方一群戴着安全帽的年轻人连忙闪开 可是轿车还没完 再往后退一次又要冲 这时一名男子站在摩托车上 右手点起信号弹往轿车扔 结果丢到后方燃起熊熊火光 甚至差点砸到路过民众 轿车似乎还想再冲撞 这时年轻人拔腿往巷弄内奔跑 这是在这边场的啊 对啊 它是有很多人 不好意思 人十四个出头吧 住户听到声响纷纷跑出来查看 地上多了一条白色痕迹 没多久警方快打部队赶来 这才发现原来是一起行车纠纷 有很多消防车来吗 你听说那外面 在外面 就在上手里 地上残留信号弹燃烧痕迹 一阵骚动连消防车都赶来 这是29日晚上10点多 在新北市中和原山路148项 当时张姓男子六人 三辆机车遇到26岁的赖姓驾驶 挡住他们去路 骑士怒瞪驾驶 没想到对方突然踩下油门 做事冲撞 其中一名言姓骑士竟然丢置信号弹 初步了解发生的时候 是他们的行车纠纷 并没有伤及到其他民众及物品 只了解双方并不认识 也非附近住户 只是狭路相逢 一个不顺眼差点爆发冲突 还扔出信号弹 差点引发火事 搞得附近知名 也不安宁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